IC部落社富士分队为太鲁阁族孩子们带来了2023花莲县富士国小数位人文部落文化下令营 为期7天的服务也期盼服务队往后每年都能够来此陪伴带领富士国小的学生学习成长 救国团学校青年服务处处长李孔志 协同花莲县救国团总干事林耀野 修议下面代表王审刚族 活动处长阮议会以及主员们 并且带来水果饮料以及泡面等生活物质 前来勉励服务队的辛劳以及付出 感谢富士国小镇嘉义校长对活动肯定支持 我想救团这个活动 各位小朋友 富士国小我其实来来不回经过很多次 在我年轻的岁月 我是中等健行队的领队 所以这段路是用走到 走到那个什么地方 那个停大银车场那里 长生水长 长春子 以前我是带着学生走路从山上 湾云一路走到长春子以后 然后开始从这里到花莲 经过富士国小 所以我知道这里是一个泰鲁阁的 泰鲁阁队的附货学校对不对 你们应该都是泰鲁阁队的同学吧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些来自都市的大哥大姐姐 他们可能对原住民的文化也并不是那么熟悉 对原住民的生活也并不是那么了解 其实某种程度他们来帮你们搬这个营队 也是某一种他们来学习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机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交流 我们说大手吸小手 对不对 大哥哥大姐姐大手牵你们的手 我也希望小朋友也把你们自己 泰鲁阁队的文化 泰鲁队队的优点 泰鲁队队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让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知道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族群最和谐的表现 郑大爱惜部落社已经成立15年 创始之初就是治理部落以及偏乡教育 以及永续陪伴委出发点 每年寒暑假指定小学操作电脑等资讯设备 与孔志处长同时以政治大学校有身份 特别为自己的学弟们脚位打气 郑校长也衷心的感谢 营队的用心陪伴以及付出 喜欢服务队往年能够每年来陪伴 带领富士国小学生们学习以及成长 记得教我们学习吧